从国民党的高级将领沦为监狱的阶下囚 当初从共产党附近出走的文强 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竟然在有朝一日 又重新回到了共产党手中 淮海战役期间文强被我军俘获 与将近200号原国民党高级将领和干部一起 关入龚德林监狱 从此开启了长达20多年的战犯生涯 文强性格执拗 被俘后自知无法重复自由 因此表现得特别拽 入狱之初工作人员要求每个人写一份悔过书 文强具不配合 还抢词夺理说 毛泽东是我表哥 朱德是我的上级 专来是我的老师和入党介绍人 刘少奇算是我的同乡 林彪是我的同学 这么多共产党大官和我在一起 我却成了国民党 是他们没有带好我 要写悔过书 也应该他们写我不写 此话一出众人震惊 文强这句话中的每个名字 无一不是大名鼎鼎的共产党领导人 事实上文强并非在信口开河 他不仅与这几位中共大人物 有着千丝万缕般的联系 就连他自己曾经也是共产党名员 根据族谱 文强是文天祥的23世孙 毛主席的母亲文七妹是他的姑母 毛主席自然就是他的表哥 两人打小就相识 文强称比自己大14岁的毛泽东为毛大哥 他在自传中写道 毛泽东开始认识我是 我就跟他抬杠子 一直跟他抬到底 文强17岁拜见孙中山 24岁加入共情团 还参加过南昌起义 担任红一是师长 而红一方面军的领导人正是朱德朱老总 1925年文强以第三名的成绩 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 与林总和周总理弟弟周恩寿等人同窗 还当上了班长 第二年 他们三人在周总理的介绍下 加入了共产党 逐渐成为了骨干成员 还受邀参加过周总理和邓尹超的婚礼 照此发展下去 文强未来的地位 不说与这几位大人物起骨相当吧 但起码也会是一位留下姓名的开国元勋 然而因为一场意外的到来 让文强与我党从此分道扬镳 1931年由于判断出卖 文强被敌人捕获 尽管在党内特工的营救下侥幸逃脱 但因为当时执行的错路险 被列为重点怀疑的对象 组织上认为他有失节行为 除以留党查看一年的处分 从入狱到误解 这一系列遭遇 让性格清高的文强备受打击 一怒之下 他带着妻子负气出走 他曾试图去上海找周总理申诉 但却扑了个空 夫妻俩最终只好返回长沙老家 造成了事实上的拖等 几年后文强近人介绍 加入了国民党 先后投靠到戴笠和城前回下 作为曾经的中共骨干 文强的到来 让戴笠喜出望外 经过苦口婆心的一番游说 文强接受了戴笠的邀请 加入了军统局和国民党 从此一路官运亨通 解放战争中 在我军猛烈的攻势下 国民党部队连连败退 文强作为徐州剿总指挥部中将副参谋长 与一众赫赫有名的国民党将领 一起被俘 关进了龚德林监狱 直至1975年 最后一批战犯被特赦 文强才终于走出了龚德林监狱 重获自由 根据我党的宗旨 特赦战犯可以自由选择定居地 文强的儿子和弟弟在美国 还有一个弟弟在台湾 但他却说我一不出国 二不去台湾 我就待在大陆 晚年时期的文强只做了两件事 第一件事是撰写回忆文章 试图唤醒海峡两岸故交旧有的情谊 二是参与组织黄埔的同学会 好了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欢迎大家给视频点赞留言加个关注 下期再见